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会犯罪 如果我们懂佛法 我们就不会犯人间之法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好好努力 好好改变 希望大家一定要加紧学习 你如果想家庭好 社会好 你想每个人都身体好 你就好好地念经 记住了 菩萨随时随地都在关心着我们 都在帮助我们 关心菩萨不打妄语 有求必应 所以我们才能 离苦得乐 谢谢法师的参与 谢谢各位嘉宾 谢谢所有 来自我们全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非常法喜充满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你们度的人越多 菩萨越开心 护法越多 以后都帮助你们 一个人如果能够心想事成 你们想一想 这个对一个人是多么大的 这种帮助 所以你们想在单位里好 在家里好 碰到事情 马上一念经就好 就是靠你们平时精进努力 如果你们走的时候 想浑身不痛 睡一觉就走 从现在就开始好好修 如果你们不想去看病 从现在开始就好好保养你们的身体 如果你们想不烦恼 从今天开始就好好地做好人 做好事 学菩萨的慈悲 保证你们在人生一路平安 师父很爱你们 这么多年了 你们跟着台长一直在学佛修行 希望你们要懂得 学佛人必须要爱自己的国家 学佛人必须爱自己的人民 爱众生 就像佛陀当年一样 要好好地为众生活着 要好好地能够帮助人家 要想为别人想 做为别人做 就像一个母亲一样 在今天特殊的母亲节的日子里 台长祝所有的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愉快 万事如意 我们要祝我们最伟大的母亲 那就是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她是我们的母亲 当我们人间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最伟大的母亲身边 观世音菩萨的身边 去看她 永远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 我们不离不弃 好好地学佛修心 不是做秀 要征修 修到自己身体好 修到自己什么都好 那是真的 所以做秀 那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好好地学佛念经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得到菩萨的加持 佛光 希望普照你们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拥有菩萨的智慧 在人间所向披靡 这样我们才会活得更好 一个能够为众生付出的人 他就是一个圣人 一个人能够为众生 能够救度众生的人 他就是一个菩萨 希望你们救度众生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